哈喽大家好,我是不耍嘴皮子,只说好电影的惊悚哥 这里是专讲众口惊悚片的第二频道惊悚哥的粉丝窝窝 今天给大家介绍来 妾子夜访别墅,确议最强机关上人狂 步步惊心地博弈,究竟谁能笑到最后的故事 大富豪康斯坦丁刚刚买下了一栋新别墅 还没等装修结束 他就迫不及待地和妻子丽莎搬了进来 当天夜里,夫妻俩倾注完乔情之戏准备休息 发现卧室里突兀地摆放着一只陈旧的物箱 妻子觉得箱子看起来有些古怪,让丈夫暂时不要打开 康斯坦丁却觉得,那只是装修工人忘记带走的工具箱 为了一探究竟,他拿起箱子上方摆着的扁签 上面写着仅供收藏,扶起来有些困惑 箱子却在这时动了一下,似乎里面有什么活物 康斯坦丁装着胆子缓缓打开箱子,瞬间被吓得脸色惨白 箱子里究竟存放着怎样的藏品 故事还要从几天前开始讲起 大富豪康斯坦丁为了早日搬进新家 请来大量工人参与装修 其中就包括专门负责安装防盗设施的沃尔金 他做事认真手脚勤快,在装修队里有着不错的人员 虽然他的本职工作已经完成 却不忘提醒杀出工人处理别墅外的蜂窝 装修工作结束后,沃尔金来到前妻家探望女儿 前妻抱怨,他给的费养费太少 他在地下钱装借了高利贷,如果不能按时还钱 他和女儿随时都有危险 望着董持切可爱的女儿,沃尔金决定有所行动 当天晚上,沃尔金来到地下酒吧与人街头 原来装修工指示他的伪装 真正的身份,则是流门撬索的窃贼 这几日替康斯坦丁干活,就是为了提前裁点 街头人已经掌握了情报 康斯坦丁做珠宝生意 最近收到一颗价值连绳的洪水晶 不出意外的话,这东西应该就存放在他新别墅的保险箱里 沃尔金也不废话,偷到之后无误分账 街头人对此并不满意 一番博弈之后,对方这才妥协 因为和他们合作的窃匪中 只有沃尔金有能力打开康斯坦丁的保险箱 警告他们对分赃比例不太满意 也只能暂退一步 时间来到深夜,沃尔金独自一人来到别墅附近 为了防止打草惊蛇 他特意把车停在很远的地方 并徒步穿越别墅外的森林 只可惜今晚的行动并不顺利 还没有进入别墅 就遇到一条长相凶狠的大黑狗 好在有狗链拴着 并没有给他造成太多困扰 不久后,沃尔金利用工具轻松进入屋内 根据之前采点调查的信息 他很快找到了隐藏在挂花后面的保险箱 接下来就要靠技术手段打开保险箱了 沃尔金自信满满地把震动感应器贴在箱体上 就在他专心致志破解密码之际 身后竟然传来门锁转动的声音 难道是遇到同行了 沃尔金急忙收起设备躲藏起来 事实上 这个和他只有一强之隔的蒙面男人并非且贼 而是令人闻风丧胆的杀人狂野魔 虽然未曾有人目睹他的真容 但创意十足的机关杀人术 却是野魔的专属 沃尔金意识到不妙后准备留置大击 可来到门口 却发现门上装了四刀锁 如此丧心病狂的设计 即便精通开锁的他 意识点也毫无办法 既然不能离开 索性把宝石先拿到手 沃尔金再次来到保险柜前准备干活 却听到一阵四心烈肺的惨叫声 沿着通风管道传出来 由于事情太过蹊跷 他却能立即收手 本打算通过二楼窗户离开别墅 却看到房屋的主任康斯坦丁 满脸鲜血地躲在地上 对方误以为沃尔金就是伤害自己的凶手 于是不顾一切地从地上起身 抄起球杆 打算为自己报仇 此时的沃尔金已经来不及解释了 他只能拿起螺丝刀勉强自卫 几遭重创的富豪挣扎了几下就没了动静 沃尔金目睹了整个过程 终于意识到自己误了危险之地 随后 杀人狂夜魔现身 并拖走了重伤昏迷的大珠宝商 沃尔金只想赶快离开这处是非之地 可门窗却早已被木板封死 走投屋路之下 身为窃贼的他竟然想打电话寻求警察的帮助 只可惜夜魔早就想到了这一点 并在听筒上做了手脚 沃尔金还没来得及拨好 耳朵就差点没尖刺捅穿 他却让着童童去拆木板 手指后被藏在里面的刀片死死卡住 面对从出不穷又阴险很多的陷阱 就连他这个经验丰富的窃贼 又彻底乱了方寸 为了不被杀人狂发现 他不顾一切地拔出右手 整只手臂已经血肉模糊 简单处理伤口之后 沃尔金准备另寻出炉 久了刚才血淋淋的教训 他变得异常谨慎 仔细观察之下 才赫然发现 整栋别墅里 隐藏着数不清的致命机关 摄有半发机关的抱头钉板 伪装成吊灯的悬空刀枕 隐藏在黑暗中的钢丝隧道 铺满整个房间的巨星捕售夹 闪烁着寒光的断头巨人 根根直立的尖锐地词 淋淋总总 这里每一样都足以置人于死地 沃尔金的额头已经渗出了冷汗 他虽然还摸不清对方的真实目的 但却十分清楚 只要他稍有插持 必将万劫不复 提前尿胆来到了地下室 沃尔金终于见到了 被折磨得不成人形的大富豪 他急忙向其解释 自己同样是被困在豪宅里的受害者 现在当务自己时 如何干掉那个阴险毒辣的家伙 并保护别墅里的其他人不被伤害 富豪身受重伤 却心电妻子 于是把保险箱密码告诉了沃尔金 并表示里面有一把手枪 死单在对面书桌的抽屉里 这是他们反杀对方的最后底牌 沃尔金转身来到隔壁 果然看到康斯坦的妻子丽莎 被捆在浴缸里 他让女人稍后大声呼叫 吸引杀手的注意 他则趁机到楼上寻找枪支 丽莎一眼照办 果然引来了夜魔 他再次对夫妻俩进行了 惨无人道的折磨 而沃尔金也趁此机会找到了手枪 只可惜他方便整个房间 都没有发现子弹 可能早已被杀手取走 本着贼不走空的规矩 沃尔金顺走了那块 加之连城的洪水晶 不多时 正在四处寻找子弹的沃尔金 发现了一个巨大的木箱 打开之后 一个血弱模糊的男人掉落出来 他强生了最后一次力气告诉沃尔金 他们遇到的凶手迷脚夜魔 他手段毒辣是血烂沙 并且喜欢收藏人体 凡是被他看上的目标 都会被当作藏品 至于未如法眼之人 则会被统统杀掉 沃尔金不愿载听 只好把叠叠不休的男人再次塞进木箱 敌人虽然强大 可他也并非完全没有机会 转身来到一个房间 沃尔金惊喜地发现 有山窗户竟然没有关闭 他急忙进屋查看 却没料到 地上早已铺满了腐蚀性的粘胶 一只黑猫被胶水粘住 不断发出撕心裂肺的惨胶 心烦意乱的沃尔金急忙脱掉鞋子 并用桌上的杂志 作为垫脚石跳到了床上 巨大的动静引起了夜魔的注意 他丢下富豪夫妻 转身朝楼上走来 沃尔金想让黑猫闭嘴 于是将其丢出窗外 谁知窗口上 同样隐藏杀机 黑猫触动机关 瞬间被切为两半 阴红的鲜血 见他满脸都是 沃尔金只觉得一阵后趴 如果刚才他选择跳窗逃走 却会和那只猫一样 被拦腰斩成两段 不多时 夜魔寻生而来 他没有发现 躲在被子下面的沃尔金 只是看了看黑猫的尸体 随后离开了铺满年胶的房间 窗户的机关已经被黑猫破解 沃尔金本可以逃着要要 尸体被盗挂起来 内脏和肠子留了一地 现场惨不忍睹 沃尔金为了一阵翻腾 他呛热扰的冲动来到隔壁 索性符合的妻子丽莎依然活着 沃尔金为其解开束缚 并提醒他 跟在自己后面不要出声 拿着女人根本不听拳 在看到自己丈夫的尸体之后 就开始大喊大叫 随后慌不择路地朝外面跑去 刚刚出门 就被迎面而来的夜魔捅翻在地 藏在桌下的沃尔金 目睹丽莎被夜魔拖走 整颗心沉到了谷底 伸手中伤的女人再次被拖回房间 夜魔开始用针线缝合她的五官 不用录音笔 将她的惨交声全程记录下来 另外一边 沃尔金悄悄从地下室溜出来 无意间看到富豪的女儿 带着男友神野归来 透过门缝 向他们小声喊话 提醒两人不要进屋 只可惜无碍的小情侣 此时眼里只有彼此 夜魔钻完缝合手术来到楼下 他故意被两人打开后门 小情侣似后没有意识到危险 击屋之后就开始大求恩爱 夜魔躲在暗处看得口干舌燥 沃尔金也趁此机会来到了楼下 两人激战正寒之际 富豪的女儿无意中看到了 躲在角落里的夜魔 她瞬间欲望全无 裹着衣服站了起来 夜魔见自己已经暴露 于是手持匕首走了过来 男孩还打算在女友面前逞能 却被夜魔一刀扎伸手掌 剧烈的疼痛 让她暂时失去了思考能力 在受到夜魔的推丧之后 男孩又触发半锁 被大刀斩落四根手指 可怜的男孩还没来得及发出惨叫 就在巨型捕捉家的海洋中悲惨死去 目睹男友被杀 女孩顿时吓得慌容失色 然而夜魔却没有怜香续遇的习惯 她粗暴地降丹在墙壁之上 女孩情急之下拨通了报警电话 只可现在没来得及求救 手机就被打飞了出去 趁着夜魔的注意力都被富豪的女儿吸引 沃尔金悄悄丢到楼上 她故意弄小闹钟以夜魔上钩 随悄返回地下室解救女孩 拿着女孩根本不相信沃尔金 在获得自由之后 竟然伸手去抓放在柜台上的剪刀 殊不知 这其实是夜魔设置的一个机关 沃尔金想要提醒已经太迟 女孩的胳膊被钢丝生缠住 随悄就被一股距离扫到墙壁之上 几寸长的钉板 灌穿了她的脑袋 整个人瞬息之间就没了动静 沃尔金这感觉一阵无奈 总觉得自己应该救出去一个人以示清白 她想起了那个装着受伤老头的母乡 只可惜老人的双脚被铁帘贯穿 根本无法逃离 无奈之下 沃尔金只能撞破玻璃独自逃亡 沃尔金回头 刚和夜魔四母相对 她本可以一走了之 却在看到富豪的小女孩安妮之后停下了脚步 她回想起了自己的女儿 于是奋不顾身地返回了别墅 经过一番激烈追逐 沃尔金和小女孩安妮被困在同一个房间 他们推倒鱼缸打湿地面 并准备用带电的电视制造一个电机陷阱 可这些小伎俩在夜魔面前根本不知一提 她甩出箱中的男人在前面探路 随后以飞刀攻击沃尔金和安妮 两人被迫逃到隔壁 才发现这个屋子里关满的鱼沟 沃尔金差点没割上眼睛 此时夜魔还在屋外试图破门 安妮提醒沃尔金 可以从洗衣滑刀进入楼下 安妮率先被送了下去 沃尔金却只能和冲进来的夜魔经营肉搏 只可惜他根本不是对手 仅仅几个回合就被打晕过去 沃尔金在昏迷之前摘掉了夜魔的头套 在所有的遇害者之中 他是唯一一个见过凶手阵容的人 地下室里 夜魔用鱼沟将沃尔金吊了起来 并开始折磨着一个 绿丝坏的好事的男人 他先是敲掉了他的一颗门牙 又滑破了他的肚皮 用火焰 逼迫罐子里的昆虫 啃射的了伤口 沃尔金被折磨得死去回来 恰在这时一辆警车赶了过来 因为附和的大女儿拨打了报警电话 所以警方的一行公事前来巡查 透过窗户 巡警看到了地上的死尸 立即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巡警一边呼叫总部 一边举枪向鼻鼠靠近 不多时 头戴面具的夜魔出现在巡警面前 由于巡警注意力完全被吸引 并没有注意到恶泉 从他身后袭来 他被恶泉咬到喉咙 又被随后而来的夜魔扭断了脖子 屋内 巨大的求生鱼 促使沃尔金扯掉鱼钩 并迅速中途束缚 他带着安妮准备离开 夜魔却在她出现 并放出恶泉 两人通过洗衣通道爬上二楼 用点燃的废纸楼 扣在狗头之上 夜魔持枪追击 却看到自己的爱犬 被沃尔金丢了过来 夜魔迅速开枪 随着一盆血雨撒下 恶泉尸体被红成碎片 沃尔金趁机冲向夜魔 并一起展开了殊死搏斗 为了活下去 沃尔金使出了浑身力气 夜魔被打得节肌百退 最终被踹到了楼下 沃尔金身受重伤不能久战 于是捡起夜魔的钥匙 准备带女孩逃离 只可惜钥匙 在刚才的打斗中被折断 他们只能困手别输 夜魔举起线弹枪再次冲来 沃尔金和安妮 总用镜子骗过对方 又借助夜魔布置的刀枕 将其重伤 趁着这个机会 沃尔金抱起女孩冲向公路 一对警车呼啸着朝这边驶来 沃尔金向随行警员 交代了夜魔的长相 消息传回总部之后 对方的身份也逐渐清晰起来 夜魔所在的公司名叫 陷阱杀虫大事 这给警方抓捕罪犯 提供了几大帮助 在前往医院的途中 沃尔金掏出口袋里的血水精 似乎美好的未来 正向他走来 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却让这一切化为泡影 随着一声巨响 救护车受到撞击发生策犯 沃尔金因为身体被束缚逃过一劫 车内的其他成员则身受重伤 此时夜魔再次出现 他挥起屠刀连杀树人 最后将燕仪器的沃尔金装进母乡 并撕掉了车厂杀虫公司的标识 故事至此结束 电影《夜魔1》上月2009年 由马库斯·邓斯坦知道 层出不穷的机关陷阱 和令人窒息的恐怖杀戮 是其特色所在 男主的人物塑造 更是故事的一大亮点 不同于此类电影《非善极恶》的简单设定 沃尔金虽然是窃贼 却不具危险屡次救人 他有很多次机会可以逃走 但心疼的那次善念 却让他留了下来 并与杀而狂掌开了一场生死对决 故事的最后 沃尔金被夜魔掳走 他的命运究竟如何 警方在得到众多线索之后 又能否抓到真凶 精彩剧情让大家继续 在下一期解释视频中 惊悚哥将继续为大家带来 夜魔的后续故事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游戏网的支持 咱们下期再见